旋软二周一名医生和经理人 自12年前开始在巴达林在野私人接生诊所 来进行伪造报生纸勾当 帮助父母将领养的孩子登记为自己的亲生孩子 并至少经锁了200宗的案件 国民登记局今天呼吁涉案的父母主动自首 否则的话国民登记局还是能够在孩子12岁 更新身份证的时候察觉真相 伪造报生纸案件困扰国家登记局多年 如今有了新突破 登记局总监拿督鲁斯林表示 当局昨天在布城以及马六甲逮捕两名嫌犯 并相信嫌犯也曾涉及早前悬而未决的案件 鲁斯林表示诈骗集团的目标群体是求子心切的父母 这些没有子嗣的父母不惜以8000到2万令吉的经费 来成为这些养子们伪造文件上的亲生父母 Modus operandi aktiviti sindiket ini adalah dengan menawarkan anak angkat kepada pasangan yang tidak mempunyai anak dan didaftarkan sebagai anak kandu mereka Doktor yang terlibat telah menanda tangani dan mengesahkan borang kelahiran JPN yang dikenali sebagai borang LM010 ini adalah borang LM01 yang mungkin boleh sindiket ini akan memasukkan maklumat kanak-kanak serta maklumat pasangan seolah-olah anak tersebut dilahirkan oleh pasangan tersebut 鲁斯林认为他们所揭发的只是整个非法服务产业的冰山一角 他相信类似的服务在新山及冰城均有提供 而且有的诊所已经关闭 如果要追溯回去需要耗费时间 他也强调他们手上已经有200份被证实为伪造爆生纸的名单 并已列入黑名单 他呼吁这些涉案父母及早自首 否则到头来 他们还是无法逃过执法官员的法演 他认为许多涉案的父母 其实也是受害者 因为他们自以为获得真的爆生纸 但却是假的 他也感谢部分父母勇于揭发事情真相 并希望所有有意领养孩子的父母 务必透过合法的程序 咱们达到家里 给你碰到家里 Jet settled